祖国南疆北域的美丽风光 感受千百年来人们对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这一单元我们将学习古诗三首 三篇课文一篇习作和语文原地 在阅读方面的学习要求是 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 在习作方面的要求是 习作的时候试着围绕一个意思写 好 下面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 去游览祖国的壮美山河吧 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这三首诗 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诗句 这三首诗都是七言诗 我们可以在每句的第四个字后面 语气稍作停顿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三位同学的朗读吧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段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隐湖上出情后雨 宋 苏氏 水光炼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庄浓膜总相宜 望洞庭 唐 刘 刘雨兮 湖光秋月 两相合 檀面无风 尽未磨 遥望洞庭 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这三位同学朗读得正确流利 在这三首诗中 有两组字字音相似 但是声调不同 我们请小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语一齐 一读四声 总相宜 宜读二声 淡庄龙抹 抹是三声 精卫抹 抹是二声 抹 抹又是多音字 通过查字典我们了解到 抹有三个读音 我们可以用主词道方法 具意定音 抹 农庄淡抹 抹 抹桌子 抹 抹墙 抹 折抹 抹 抹面 读准了字音 读通了诗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课的字 这颗的字要求会写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按照结构分类 看清楚每个字的写法 按照结构我们可以分为 独体字 半包围结构的字 上下结构的字 和左右结构的字 读体字 第二横写的时候 要注意比第一横长 半包围结构的 膜字 广字旁要盖住下面的部分 窑字的走之旁 最后一笔 那要写伸展 拖住上边的部分 这一刻左右结构的字 可分为左窄右宽 和左右均等两种情况 写的时候要注意站位 这一刻竖撇笔画和纳笔画的字 比较多 写的时候要注意写伸展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看 断和储的写法 注意断写的时候的笔顺 先写米 再写竖折 储字 中间一笔是横钩 上边的两个目 最后一笔 那变成了点 同学们 会写了生字 读通了诗句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三首诗 注意观察题目 你又有什么发现呢 相信同学们一定发现了 在这三首诗中 诗题 第一首诗的诗题 和第三首诗的诗题中 都有望字 望就是从远处看 第一首诗望的是天门山 第三首诗望的是洞庭湖 而第二首诗 作者就在湖上饮酒 欣赏风景 就在景色之中 所以说第二首诗的观察角度 和其他两首诗是不同的 学贵友谊 同学们读了这三首诗 还有哪些不懂的问题呢 提出来交流一下吧 老师把同学们的问题啊 进行了汇总 我们来看 这些问题提的都很好 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重点 我们将在学习的过程中 逐一解决 好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诗人李白的脚步 去欣赏安徽人李白的脚步 去欣赏安徽省天门山的壮美景色吧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 望天门山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段 处将开 碧水东流 至此回 两岸青山 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诗人李白 在船上望到了哪些景色 这些景色又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来继续学习 下面请一位同学读一读学习提示 学习提示 一 朗读望天门山 想一想诗中描写了哪些景物 是什么样子的 用横线画出来 二 用抓住重要的字词 串联景物 借助插图 借助注视 结合生活经验等方法 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色 说一说你的感受 好 哪些同学圈画出了诗中的景物呢 我们来交流一下 古诗中描写的景物有 天门山 楚江 碧水 青山和孤帆 楚江就是长江 碧水指的是长江水 青山指的就是天门山 好 这些景色又是什么样子的 带给作者怎样的感受呢 从第一句天门中断 我想象到天门山本来是一座山 被长江水从中间劈开了 成了两座山 根据注视 我知道楚江指的就是长江 长江在中下游部分的河段 在古代流经处地 所以叫楚江 第二句碧水指的就是清澈的长江水 至此回 让我想象到碧率浩荡的长江水 到了天门山 这里受到了阻挡和撞击 形成了汹涌回旋的水流 这位同学交流了前两句诗的意思 在前两句诗中有三个字 断 开 回 从这三个字当中 你又感受到什么呢 我感受到长江水势非常凶猛 力量多么巨大呀 我感受到长江到了天门山这里 水流很大 好像能听到江水冲撞天门山的声音 汹涌澎湃的 从前两句诗中 我们体会到了长江水力量的博大 体会到了天门山的壮美 李白的惊叹之情 下面我们有感情的来朗读一下这两句诗吧 天门中段处将开 地水东流至此回 从后两句诗中 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怎样的景色呢 从青山相对出 孤帆日边来 我好像看到这两岸郁郁郁郁郁的山 隔江面对面而立 他们一起出现 好像在欢迎远客 一条小船从日边而来 有的同学问 为什么说两岸青山相对出呢 哪位同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帮一帮这位同学 当你坐车或骑车的时候 感觉前方的景物是朝你飞奔而来的 诗里说两岸青山相对出 说明李白乘坐的小船速度非常快 离天门山越来越近了 所以感觉两座山同时出现在眼前 从注视我们知道 东梁山和西梁山合起来就是天门山 这两座山隔江而立 当李白乘着一艘小船 从远处来到天门山前时 因为船的速度很快 就觉得天门山是成双成对的 一起出现在眼前 景色非常奇特壮观 有青山 碧水 而且两山的景色不断扑来 快要让人看不过来了 天门山好像张开双臂 欢迎李白乘船而来 也非常有意思 这里的山水多么让人亲近啊 老师听出来了 从前两句诗中 大家体会到了长江水的力量 作者的惊叹 后两句诗 从一出一来 体会到了山水的亲近 作者的喜爱之情 山这么美 江水这么有力量 作者这么喜爱天门山 我们一起有感情的朗读一遍吧 那位同学能把四句诗串联起来展开想象 完整的说一说 脑中想象出的画面 这首诗写了李白乘着小船顺江而下 远远看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水把天门山从中间劈开 一分为二 长江水到了天门山这里 因为受到了阻挡 形成回旋的水流 水流更加湍急 两岸高耸的青山隔江而立 一夜孤舟从日边而来 天门山好像张开双臂欢迎它 学了整首诗 同学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是愿用了哪些方法 想象到了诗中描绘的画面解决了问题的呢 我们先画出诗中有哪些景物 这些景物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抓住诗中重要的字词 串联起这些景物 借助插图 注视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想象了诗中描绘的景色 这首诗要求会背会墨写 我们可以借助填空提示的方法来帮助记忆 也可以借助插图想象画面的方法来帮助记忆 比如第一幅图提示了前两句诗的意思 第二幅图提示了后两句诗的意思 这首诗还要求墨写 古诗的墨写是有格式的 题目写在中间 题目下方写作者 和朝代 后面一句一行 好 跟随李白的诗 我们不出家门 就可以游览祖国的壮美山河了 同学们还积累了哪些这样的诗呢 赶快来分享阅读吧 好 同学们 今天的作业是 一 背诵墨写望天门山 二 朗读引湖上出情厚语望洞庭 同学们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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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